開啟Speech North網站之後呢 首先你可以先到這裡 先將要辨識的語言改為中文台灣 接著在面板的語言顯示的部分 這邊可以顯示成中國 也就是簡體字 都設定完成之後就可以按下麥克風 設定允許存取 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始輸入了 皮卡丘 哆啦A夢 寶可夢 妖怪手錶 完成後記得按下麥克風 就可以停止辨識 那麼如果輸入完成之後 你想要複製到別的地方 在這邊還提供一個 直接複製到點接簿的功能 按下之後 就可以將剛才語音輸入的內容 直接複製到剪貼布